第247集 闭眼金雕痴痛之下 爆发出强大绝伦的力量 它的双爪与双翅轰然下击 无穷无尽的远古凤厉 如火山喷发 在这种可怕之极的力量之下 紫毛节都无法接得下 怪叫声中 被闭眼金雕的双翅拍飞到千丈之外 浑身的毛发都燃烧了 见到闭眼金雕发飙 张也倒抽了一口冷气 连忙施展出身法 远远地退到千丈之外 离开这头发疯的闭眼金雕 闭眼金雕内脏被尖头蒙疯狂地破坏 发出尖里的叫声 同时全身都腾起了熊熊的烈火 这种烈火乃是远古凤厉所化 它能够轻易地点燃石头 张也站在千丈之外 头发都被烤得火星点点 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 看着闭眼金雕发出火焰 张也心里危感疑惑 这种火焰应该是闭眼金雕最厉害的手段了 它发出火焰来 到底想干什么 张也的念头还没有落下 就见到闭眼金雕嘴巴抖然张开 将这种熊熊的烈火 硬生生地吞入到肚子之中 看到闭眼金雕的这个举动 张也心里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闭眼金雕打算用烈火 将尖刀蒙烧死 不过闭眼金雕的火焰再厉害 即使将尖刀蒙烧死 它自己也不会好过呀 火焰进入闭眼金雕的肚子 种种怪声 正是从闭眼金雕的肚子中发出来 闭眼金雕虽然能够发出可怕的火焰 但内脏乃是它的薄弱之处 被这种可怕的火焰烧到 痛苦到了极点 而在闭眼金雕肚子里 疯狂钻动的尖头蒙 被火焰一烤 也是痛苦一场 更加疯狂地钻动起来 钻 尖头蒙疯狂地钻动着 要将闭眼金雕的身子 钻出一个洞 逃离这种可怕的火焰 烧 闭眼金雕疯狂地催动火焰 要将这只可恶的尖头蒙 活生生地烧死 以解心头之恨 闭眼金雕痛苦之下 庞大的身形 疯狂地撞击着地面 无穷无尽的力量 轰击着地面 撞得方圆千里 都微微晃动 一道道可怕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空 梧桐树在这种火焰之下 纷纷燃烧起来 方圆百丈的石头 都被烧成了通红的岩浆 张也移腿再腿 一直退到了十里之外 方才站住了脚 移住香之后 山谷中 终于平静了下来 张也慢慢地返回山谷之中 只见闭眼金雕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庞大的身躯 发出阵阵烤肉的香味 金色的羽毛 和鲜红的鲜血 散落了一地 而在闭眼金雕的旁边 躺着一只小小的怪兽 正是 尖头蒙 尖头蒙与闭眼金雕 竟然 两败俱亡 紫毛节 也飞升而至 闭眼金雕 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见到紫毛节与张也 目光中 闪过一丝暴力之色 全身的羽毛 竟然竖了起来 就要发出最后的一击 这时候 紫毛节一声不吭地扑上去 爪子轻轻地一挥 正好击中了 闭眼金雕的头部 闭眼金雕 挨了紫毛节一击 瞪时头部破碎 当场身死 打死了闭眼金雕 紫毛节朝着尖头蒙略去 打算将尖头蒙吞噬 张也这时候 微微地摆了一下手 说道 如果没有尖头蒙 我们恐怕就要死在闭眼金雕的爪子下了 这只尖头蒙 也算是救过我们一命 你就不要吃它了 张也的手掌 轻轻一挥 尖头蒙的尸体飞了起来 落入了一滩火红的岩浆中 闭眼 就在岩浆中 消失不见了 处理了尖头蒙 张也呼呼地击出两拳 拳里化成了两道巨大的龙卷风 强劲的龙卷风 闭眼间就在地面上挖出了一个水池 然后凌空击出一拳 将闭眼金雕的尸体移到了水池边 让闭眼金雕的鲜血流入到水池之中 闭眼金雕虽然被火焰烧得半熟 但身上还是有着不少鲜血的 闭眼金雕的鲜血带着一种淡淡的金色 就像是流动的火焰 里面蕴含着浓郁的鲜天蒸气 和丝丝远古凤利 站在十数帐外 都能够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微压 摇摇地感应着鲜血中的远古凤利 张叶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说道 紫毛节 这只闭眼金雕的肉归你 鲜血归我 紫毛节点点头 张叶进入到水池中 让闭眼金雕的鲜血浸泡着身子 最后缓缓地运转着工法 开始吸收鲜血中的远古凤利 凤凰乃是上古的神兽之一 发出来的火焰能够焚山逐海 威力大的不可思议 更厉害的是 凤凰又有着不死凤凰之称 只要还剩下一丝气息 他们都能够涅槃重生 重新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凭着这两种能力 凤凰族成为蛮荒至强种族 雄霸一方 凤凰修炼的力量 就是凤利 龙力像是水一般柔和 而充满变化 凤利则像是火一般霸道 而火焰 就像是一团炽烈燃烧的火焰 张叶刚刚运转工法 以此远古凤利 就涌入到身体中 在经脉之中横冲直撞 差点就让张叶吐血 张叶忍受住远古凤利 带来的痛苦 默默运转着远古凤利 炼化着鲜血中的远古凤利 远古龙力与远古凤利 乃是天生一对 以龙力炼化凤利 效率非常之高 只是短短的一天时间 张叶的体内就多出了十多丝远古凤利 远古凤利进入到张叶的身体之后 开始慢慢地淬炼张叶的筋骨和筋脉 凤凰能够涅槃而生 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修炼的是玄妙无比的凤利 凤利霸道之际却又蕴含着生机 能够让涅槃的凤凰重新获得生命 用远古凤利淬炼身体 无疑有着极大的好处 在远古凤利的淬炼之下 张叶的筋骨和筋脉之中 发出种种的清脆的声音 残留在筋骨和筋脉中的杂质 被远古凤利剔除出去 筋骨和筋脉变得越来越强悍 越来越柔韧 好好好 张叶感觉到体内的变化 心里不禁的一阵欢喜 筋骨与筋脉越强悍 能够承受的真气也就越多 筋骨与筋脉被远古凤利淬炼了之后 张叶隐显地感觉到 它的筋脉已经能够承受 五到九重巅峰的真气了 既然筋脉已经能够承受 五到九重巅峰的力量 那么我就要进入到 五到九重巅峰去 闭眼金雕的鲜血之中 蕴含着浓郁的先天真气 我要进入到五到九重巅峰 将这些先天真气都吸收掉 张叶目光一闪 体内的真气疯狂运转起来 随着功法的运转 张叶体内的真气越来越强大 真气变得越来越精准 庞大的真气在张叶体内流动着 发出一阵阵海潮般的呼啸声 震的鲜血都颤抖起来 到了第二天 张叶内视了一下 感觉到精脉中的真气 就像是筷子一般粗 这道粗大的真气 就像是一条龙 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运转的时候 发出振振可怕的呼啸之声 没运转一周天 这道真气就强大上一些 似乎没有休止 第三天 这道真气愈发地强大了 变成了拇指粗 粗大的真气在经脉之中运转 张叶感觉到 经脉振振的胀痛 整个人似乎都要爆炸了 张叶不禁反省 心里存到 就是这个时候 我要将这股真气中的杂质 剔除出去 让它变得精纯再精纯 化后天为仙天 在体内凝结出第一缕仙天真气 从而进入到五道九中巅峰 张叶运转着弓法 丹田 就像是一个熔炉 缓缓练化真气中的杂质 随着杂质的练化 张叶的真气变得更加的凝聚 更加的精纯 更加的强大 练化真气中的杂质 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好在张叶体内的真气 经过龙象之力的练化 已经变得非常的纯粹 因此 张叶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将真气中的杂质 练化了五成多 运转在张叶体内的真气 清澈而强大 随着杂质的练化 张叶体内的真气 慢慢变细 原来拇指大小的真气 变成了筷子大小 又从筷子大小 变成了草径大小 哼 真气中的杂质 被张叶炼化了六成十 他经脉之中 发出了一声轰然大响 一丝活活泼泼 生机勃勃 而又玄妙莫测的真气 出现在丹田之中 这次玄妙莫测的真气 很小很小 但却蕴含着绝大的力量 源源不断 而又生生不息 仙天真气 张叶终于化后天 为仙天 修炼出了第一缕仙天真气 进入到五到九重巅峰 张叶缓缓地张开眼 自言自语地说道 终于进入到五到九重巅峰了 现在距离三月之期 还有五天 在这五天的时间里 我要借着远古凤厉之威 冲击一下龙象宫地六层后期 如果能够进入 龙象宫地六层后期 即使面对半步真道的高手 我也有了自保之力了 张叶闭上眼睛 继续修炼起来 小世界之外 神气之地的五十二位殿主 先后来到了悬崖之下 各自盘膝而坐 五十二位殿主都是真道高手 他们静坐着不动 一道道精纯的仙天真气 却是冲天而起 天地精气被搅得一片混乱 此时有人呵呵地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诸位啊 十三国新人王大赛 只剩五天就要结束了 不知这一次新人王大赛 前三名是谁呢 一个长须飘飘的老者 傲然说道 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老夫不知道 但第一名 肯定是老夫的弟子 杨古元 杨古元的九天十地焚天真进 已经修炼到了大成之境 打遍年轻已被无敌手 这次十三国新人王大赛 第一名 非他莫属 这个长须飘飘的老者 正是杨古元的师父 大苹果真殿的大殿主 杨破山 杨破山话音刚刚落下 一个灰衣老者 就出生了 哈哈哈哈 杨老头 杨古元的实力虽然很强 但在小世界里面 并不是实力强 就能够取得第一名的 我 大泽国真殿的赫连臂 实力与杨古元相差无几 这第一名 说不定就落在我 大泽国真殿手里了 这个说话的灰衣老者 正是赫连臂臂的师父 大泽国真殿的大殿主 赫连长天 此时 一个精兽中年人 呵呵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赫连兄 说得是啊 小世界里面 小世界里面凶兽众多 陷阱处处 杨古元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其他人还是有机会的 老夫弟子 赫连臂鲲处 那咨语 监连臂 已经修炼到出神入化之间 很有希望获得第一名 这个说话的经兽中年人 正是赫连臂的师父 大荣国珍殿的大殿主 楚方元 杨破天对自己的弟子有着极大信心 但贺连长天和楚方元 也对自己的弟子极有信心 说起话来各不相让 这时候有人笑着说道 年轻一辈当中啊 以杨固元贺连碧比凌空云 张叶和楚玉祥的实力最高 前三名肯定是他们的 至于具体的名次嘛 这个就不好说了 张叶冒起的速度够快呀 一个真道高手感叹道 杨固元贺连碧比凌空云和楚玉祥四人 已经成名了十多年了 没想到张叶一下子就冒出来 成为年轻一辈的顶尖高手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呀 这一次的新人王大赛 张叶会不会再创奇迹 夺得第一名呢 听到张叶这个名字 大灵国真天的几位高手 都脸色一变 目光中略过一丝淡淡的杀意 自从知道凌空云死在张叶手里之后 大灵国真天的几位店主 就对张叶恨之入骨 恨不得立即钻入小世界中 将张叶活生生地打成肉酱 与大灵国真天的几位店主相反 魏国真天的几位店主 听到张叶的名字 则是得意一笑 张叶这两年来 修为突飞猛进 迅速成为年轻辈的顶尖高手 让几位店主都脸上有光 这是一个声音 嘿嘿一笑 说道 张叶夺取第一名 哼 这怎么可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